你炒了幾十年的菜心 有可能是錯的 為什麼酒樓炒出來的菜心 讓你在家裡炒得好吃呢? 你以為是火候問題? 錯, 這兩個關鍵原理 沒有幾個人說過 我教你炒酒樓水中的菜心 不要反賺 開玩笑 好的菜心, 決定口感的第一步 有三步決定 你們菜心一定很棒 第一步, 菜青綠 第二, 柳兒 第三步, 省紋 深秋和冬天是非常好吃的菜心 第一個關鍵來了 為什麼家裡做的菜心 3元雞 但在酒樓賣你50元 大磅走在這裡 我的團隊堅持這樣做 用冰箱撕一撕去, 破壞纖維 令菜心重新回甜 為什麼老話叫 經過雙凍的菜心特別甜呢? 就在原理了 菜心酒樓賣50元, 有道理 只剩下心, 成率肯定低 剪了菜後, 少了水分 就香一點, 菜味比較足 其他那些, 滾個菜湯 這份是家裡的菜心 沒有浸過冰水的話 這個是我浸過冰水的 等一下我炒兩份給大家看 看看你就知道區別有多大 燒八隻鑊, 我們先炒第一份 家裡有五碟油 有, 兩分半三分鐘 那就熟了, 菜心 你們平時炒完是不是這樣出鑊 混合 第二個關節 拿炒多份給你看 記得早不記 重新起鑊 給兩滴豬油 第二碟菜 兜兩下 不嫌來, 蓋蓋 重點來了 蘸水來 我蘸兩次 為什麼蓋蓋再蘸水 水和油一碰撞, 產生蒸氣 在最短時間保持它脆亂 一分半鐘之內完成 這樣就可以吃到和氣的香味 你們有試過這樣做嗎? 很明顯的 一個熟度, 另一個顏色 完全不同 你看到它是比較修身 因為家裡怕它不熟 我們炒三分鐘 菜味有的 淋了銀了, 沒種脆甜 這個蓋蓋蓋, 蘸水炒飯 菜心都很脆綠 乾脆 夠脆夠甜, 夠爽口 保留菜味 因為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產生這麼大的區別 其實想做出酒樓的水準 很簡單 不需要很高超的粵賽技法 關鍵是, 把原理搞清楚 如果不關主, 你真是… 其實在家裡, 火力是足夠的 只要跟著樂哥學 樂哥絕對不會用我攀條技術 很兒戲跟大家說 一定是嚴格地說 我的攀條技術 教你的東西, 你回去試試 一樣投入酒樓水準的菜心